gameplayplay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山谷宏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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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光 Hello大家好 我是熊仔 今天呢 熊仔要介紹這兩款點心 雖然同樣都是珍珠奶茶系列的 可是要介紹之前呢 先進入我們的黃金五秒鐘的時間 還沒訂閱、按讚、留言、分享的觀眾們 記得訂閱、按讚、留言、分享喔 5 4 3 2 1 開始 熊仔今天要介紹的這兩款點心呢 一款是 珍珠波霸雪餅 那這邊有圖給大家看一下 不知道好不好吃 然後另外一款呢是 黑糖珍珠奶茶巧克力 拿過來給大家看一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現在就先給它拆開來囉 先吃這個巧克力看看好了 它是這樣子一包一包的 一小包一小包的 有點硬 先來吃黑糖珍珠奶茶巧克力看看 喔 黑糖珍珠奶茶的原因是因為 它中間包的那顆應該是珍珠 然後外層是 珍珠奶茶的那個 飲料下去調備出來的 不過好吃 很好吃 可是就 熊仔的時候有點太甜了 現在呢要換四隻珍珠波霸雪餅 接下來呢要換四隻珍珠波霸雪餅 技術有點糟 卡住了 幸好還有另外一邊 啊 一手 哎唷 波霸珍奶原味口味的雪餅 竟然是長這樣子 也是一小包的 吃吃看囉 這款比較濃 這款比較濃 這款是因為都有黑糖 可是 這個 對熊仔來說太甜了 這個 熊仔不太喜歡 這款熊仔覺得比較OK 這兩款呢 熊仔剛剛這樣子吃起來 黑糖珍珠奶茶的巧克力呢 確實是對熊仔來說太甜了 有點膩口 而珍珠波霸雪餅呢 對熊仔來說 雖然不會膩口可是 還是有點甜 不過呢 他的 奶茶風味啊還有珍珠風味都滿足的 所以呢巧克力這一款呢 熊仔要給他6分 然後 波霸雪餅這一款呢 熊仔要給他7分 因為這一款 熊仔真的 不喜歡吃太甜的 而這一款呢對熊仔來說 算還OK 這兩款不知道熊熊會不會 比較喜歡吃 現在呢我們就來邀請熊熊進入囉 哈囉 我是小熊 這是什麼東西 喔喔喔 啊 裡面就小小包的 這是什麼 我倒出來給大家看 啊嗨嗲 這是什麼 這可以吃嗎 這要加進去嗎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這要包的好嗎 那不能加好嗎 為什麼這不能加 啊 這是乾燥劑喔 大家要記住喔 乾燥劑不能吃喔 好 乾燥劑丟回去 到底要先吃什麼 先吃這個好了 好小一顆 好小一顆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印尊劑 裡面是巧克力 裡面是黑糖 QQ的 真的有像珍珠 甜度嘛大概有六分 甜度有六分 QQ的 裡面蠻Q的 然後那邊那層 遠遠的那層粉 那層粉的東西 喔這也是珍珠耶 要齊威 我差一點去噎到 那這在咬的聲音要仔細一點 看起來好吃 這是什麼 到底是什麼 這個喔是雪餅啦 這個看起來不像 啊對啦我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情啦 我們呢都有先洗好手了 已經把手洗乾淨 我們也用那個 那個洗手乳洗的手了 手都洗乾淨了 喔 吃吃看 沒有珍奶的感覺勒 怎麼怎麼吃起來有點像沙奇馬啊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 吃起來真的有點 嗯 可以吃一口看看 這是沙奇馬吧 可是沙奇馬它有一個一個的顆粒 好像連從我感官那些吃起來 真的很像沙奇馬 怎麼沒吃到珍珠的感覺 啊如果喔 珍珠再霜一點 我會被葡萄乾耶 被沙奇馬上面的葡萄乾 不過喔 它珍珠不是霜的啦 而且這個味 嗯 有沙奇馬的感覺 嗯 啊吃著沙奇馬啊 呵呵呵 不是啊 這些部分 真奶奶 是好吃啦 可是 有沙奇馬的感覺 然後吃沙奇馬又不想吃那麼大塊 可以玩這個 呵呵呵 有啦 這個呢我給 7分 這個我喜歡 啊因為呢這個有點臉 我不太喜歡 所以我 我給6分 嗯很黏黏的 但是就只要小口一點冒有點癢 好啦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留言分享喔 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留言分享 還不趕快分享 還不趕快分享 我正在繼續吃 趕快分享喔 還不趕快分享 還不分享 不分享我再吃 又不分享 你們怎麼可以這樣呢 趕快分享嘛 趕快分享嘛 喔 謝謝你啊 感謝你啊 謝謝你幫我分享啊 好啦我們稍微再見囉 記得發上我的Instagram喔 掰掰